今天的消息又來關心新增的宜品飯店 哪要清楚發生是不中毒的案件 這是有公司在上禮拜的時候 去這間飯店 在那邊2,200人的存酒 加速之後有六十幾的人 感覺為等不爽快 有夠的人冠軍去給醫生看 事情發生之後 新北市政府不敢提議 現在已經要求去 要求飯店這邊要暫時停止營運 也已經有參與要求飯店 現在要拿出來檢驗 暫算兩禮拜來可以知道結局 以及要求業者停止供應 稀查以外 在新莊漁品要求他們 在食材的供應上全部停止我業 新北市政府有依供調說 市府接到通報後 第一時間就派人去客車 要求業者對職業會不會開始減停營業 對這裏片的部公司 分農集團說會積極來配合衛生局的調查 也供調說 今天有人可以帶外國的渣米進來 對造成不爽快的原因 還有要釐清 那是因為東西 造成人家身體不爽快的一定會有專擠 也供調提供賓 衛生局機場當天針對於春韭菜當中 工藝的海鮮盆以及自製冰塊等 高風險的餐點以及食材 進行抽驗檢驗衛生標準 生魚片是最有可能造成食物中毒的 因為它是生的嘛 先一大片擺在那裡 然後呢就是切薄片 那切完薄片的時候沒有馬上吃 或者是切的時候就污染這一片 那也可能會造成生魚片有細菌 苦心事也發生未能強調說 案發後第一時間就啟動內部的調查 到立況醫生的費用提供委員金 會繼續關注調查進度 為何當人健康環境 衛生局局強調說 要等一片的改善完成 提出改善報告書 經過心者通過和環境 衛生學生學生合計才能開學營業 今天結果晚上過兩禮拜出來 記者綜合報道